哎 站住 看你这身打扮 你应该是个搭影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跑到这御书房来了 哎 你 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想起你来了 原来你也是侍卫 在御书房当差啊 龙三呢 我要见龙三 你是 你忘了我了 大概三个月前吧 当时刑部镇压这一群要犯 去赛事口斩首 咱们碰到了 当时你跟龙三在一起 想起来了吗 哎 小孩 哎 干嘛呢你 是你 我呀 哎 你是个女的 嗯 还进宫当了个搭影 哎 龙三呢 龙三 难道你不知道龙三他是 我知道啊 龙三他不是御前侍卫吗 在御书房当差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我明白了 龙三他今天不在 你身为搭影也是后宫中的人 没有宣兆呢 不得随便来到御书房 以免经了圣驾 现在皇上啊 马上就要退朝来御书房了 啊 你赶快回去吧 哦 龙三也不在走就走嘛 皇上哪那么容易就经了圣驾呀 嗯 哎 皇上来了 快快快 嗯 啊 你见了皇上 为什么不跪啊 你是皇上 哎 哎 哎 李公公 这个小答应 他可是 噓 这皇家的事啊 别问 也别管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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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到底是谁啊 你是皇上还是龙三啊 嘘 我不是皇上 我是龙三 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 还给你跪下了 我真的不是皇上 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 所以啊被皇上选做替身了 你 你是皇上的替身 对啊 对啊 我只是皇上的铁身 我们这大清啊 虽说入关数十余年 可是根基还未凡 这皇上又还年少 刚刚亲征不久 不管是那些千名余孽 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权臣 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 就拿这个敖拜来说 连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 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 所以啊 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 我就说嘛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 你要是皇上的话 怎么可能半夜三更的去玉闪房偷东西呢 还跟我结伴兄弟了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皇上三日侍寝 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 一直戴着面具 就是怕我发现是不是 对啊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你在宫里面 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 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 我不占班 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 出来替皇上一下 那也就是说 你是皇上的替身 那也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 我身为臣子 当然要消敏于皇上了 再说皇上待我不薄 我也是心甘情愿 替他卖命 龙小弟 你太可怜了 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 皇上对你好 说白了 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 从古至今 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 自私自利 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 老大 你就别当我的面 说皇上的不好了 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 你今儿怎么想起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 还说呢 几天都不理我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重要的事情 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 就怀疑过傲拜 没想到真的是他 可不是吗 这个傲拜勾结内侍 请此嫔妃 简直是胆大包天 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老大 你是不知道啊 这傲拜把持朝政多年 这朝廷上下 宫中内外 全都是他的势力 皇上 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 也没有抓住他半点八秒 那难道就这么算了 小不忍责乱大谋 眼下还不是跟傲拜翻脸的时候 所以只能当做赞不知情了 这个傲拜贼心不辞 还逼着我哥哥要去厮杀利贵人 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 千万不要听命于傲拜 皇上已经在暗中想办法铲除傲拜了 所以要拜托你哥哥 多跟傲拜周旋一段时间了 放心吧 我哥哥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 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 他的计划可行吗 会不会很危险啊 老大 这皇上呀 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 那个风流好色之徒 他呀虽然年少 但是有勇有谋 也算是一代明君吧 龙小弟啊 你就是天生能奴才的命了 我说 都这个时候了 还替你那个皇上主族说话呢 他能有什么 很高明的策划呀 按照我的想法 他呀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 关键时刻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 知道吗 老大你就别当着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 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 行 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 所以我跟你说话才不避讳 既然你不想让我这样说的话 那以后去捡好听的假的话跟你说呗 好了我这气量没那么小 岂会连一个小姑娘的口无遮拦都容不下 我知道 你之所以骂皇上 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 对吧 当然了 龙小弟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的亲人 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你听我的啊 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你的皇上 你的主子去卖命 关键时刻 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 千万别于衷 知道吗 好 你就放心吧 我可以 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告诉你 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不怕我卖了你啊 在这皇宫里边 除了皇上和太皇太后 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 谁让你的心思最为单纯的 李特冯 送欢大爷回永和宫 喳 嗯